大家好,我是Marco,欢迎回到FanBI功能演示视频。 在这一段视频中,我将向大家演示FanBI的ExcelView功能。 在业务包功能的演示视频中,我已经向大家介绍了自断的转译功能。 自断转译是将自断名由数据库中的编码名转译为业务人员能够辨识的业务名。 然而,在有些情况下,由于对数据间关系认知的匮乏,即使知道每个自断的业务名,业务人员仍不能完全进行自主分析。 这正是FanBIExcelView功能要解决的问题。 Excel表是业务人员最熟悉的报表。 ExcelView功能通过将多维数据库中的自断与Excel表的单元格绑定, 使得业务人员能从他们熟悉的Excel表中直接拖拽自断进行分析, 保障了业务人员只要能看懂Excel表,就能自主做分析。 下面,我就向大家演示ExcelView功能的操作方法。 首先,我们从业务系统中得到一张Excel表。 这张Excel表记录了合同金额根据月份的汇总信息。 需要注意的是,Excel表为了能成功导入FanBI, 应该使用97-03兼容模式保存。 下面,我们来导入这张Excel表。 首先,我们在业务包中找到对应的表,合同信息表。 打开它的配置界面。 点击配置界面下方的齿轮按钮。 点击导入Excel表按钮。 选择Excel表所在的文件。 导入完成后,点击设置按钮,进入设置界面。 选择总金额字段。 其对应的单元格选择B1。 选择合同签约时间字段。 其单元格选择A1。 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 这样,Excel表绑定就设置完成了。 点击保存。 我们到新建分析中检查其效果。 选择合同信息表。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在合同信息表的字段当中,多出了一个点击打开实际表。 点击该选项。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我们上传绑定的Excel表,出现在了详细设置的界面。 拖拖我们刚刚绑定的A1和B1单元格,将时间拖拖至行表头。 再次重复这个操作,将金额拖拖至数值区域。 至此,我们就实现了,由Excel表直接拖拖字段到分析中的功能操作。 以上就是FAMBI中Excel表的相关功能。